哈囉,早安,嗨,你好,我是尚哥 I'm You哥 今天在排位要玩亥犽 我們玩亥犽最主要原因是要來測試 最新的冰霜長袍 就是我俗稱的冰袍啦 冰袍在這次改版 是改了蠻多的東西 那我就想到 亥犽這個射手是非常適合出冰袍的射手 而且在最初代的亥犽 我們就是會出冰袍 再搭配的龍骨劍這套出裝 是後來慢慢的慢慢的 就會有人開始出冬日戰斧 就發現冬日好像更搭亥犽 因為冬日的緩速是只要你的技能 亥犽的技能或是普攻打到人 就能直接緩2秒 可是冰袍呢 因為他有冷卻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一個短時間內 最多最多就是留住一個敵人 就是留住一個敵人 但這次冰袍的改版 他把冷卻從以前的3秒 以前是每3秒能緩一個小範圍 現在改成冷卻0.65秒 每0.65秒就能緩住一個人 也是一個小範圍 但是取而代之的是 他把緩速的時間 只調成剩下0.5秒 那這個0.5秒 最直接的就是 我們要想到 如果對手有出任性鞋 扣35%的控制時間 那你的冰袍能緩的時間 差不多剩下0.3多秒 就會變得比較短 那我們先看一下下路會打一波團戰 我們先看這波團戰 那等一下大家來繼續講冰袍 OK 那這邊薩尼偷偷摸摸的走過來 不對 光明正大走過來 直接被阿萊綁住 那我本來要走了 結果後面竟然又來一個光頭啦 有這麼小事情 這兩個人都偷懶 其實薩尼走 合情合理 因為他的坦克比較不容易死 只是他剛好比較隨意遇到的是阿萊 但金娜已經看到人了 又走 這個問題就有點大了 好啦 那我們講回今天的重點 就是冰袍 他現在 多了一個 增加傷害的值 以前 他所打出來的傷害 是一個固定的值 會隨著你等級做增加 那現在 所打出來的傷害 會附帶 你的物理係數 也就是你的物攻 去計算出那個傷害 那這個傷害我 後來想一想 欸不對 亥牙雖然技能 可以觸發冰袍的被動是沒錯 但是 亥牙的一技能 總共能設大概1.2秒 1.2秒的時間 只能觸發冰袍兩次的一個效果 對啦 兩次 第三次的話時間不夠 那大招的部分也差不多只能觸發 最多 我覺得最多應該3次 差不多 而且 亥牙很多時候你的大招是轉不滿的 在這種情況下 嗯 冰袍能觸發的次數偏少 再加上的是 現在冰袍對於遠程能緩的速度 只剩下20% 近戰能緩30% 所以這個緩速也被砍了一刀 冬日戰斧是25% 所以冰袍這個緩速被砍的情況下 然後能緩的時間也被砍了 所以這個就很吃大家怎麼去判斷 那大家歡迎留言 你覺得在新的版本 亥牙出冰袍會比較強還是冬日呢 因為 冰袍會多一個額外傷害啦 我講過一技能能觸發兩次冰袍的效果 那等於說能多打出兩個額外的傷害 那後來我想到一個點喔 亥牙會出到物攻裝備的 就是有加攻擊力的裝備 只有龍骨劍跟聖劍兩劍 其他都是攻速嘛 然後一個獵盤 還有一個就是冰袍 所以他的物攻當然就沒有到很高 那冰袍能吃到的那個物攻的傷害就變得很少 那我測到後期 亥牙這一套滿裝 我冰袍觸發了那個傷害一次 差不多是能打400左右的魔攻 400左右的魔傷 打在金娜身上啦 我後面看金娜一次是400 這個就留給大家做一個判斷 到底接下來冰袍比較適合亥牙還是動力 喔對了 冰袍還有一個優點是 他有多10%的冷卻 因為亥牙畢竟他也是玩技能的啦 多10%的冷卻 我想對他來說也蠻有幫助的 只是說亥牙這個角色 技能冷卻如果很快的話 可是你技能打不準 技能打不準也就是你的能量 沒有能得到一個回復的話 能量是空的 技能冷卻再快也都沒有用 對這個 這一點要跟大家做分析啦 好 聽完以上我講的優缺點 就歡迎大家留言 你覺得接下來 亥牙出冰袍都比較好 還是出冬袍會比較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 哇 勢刻的被冰凍到 我本來想要幫他留人啦 結果看到 蘇從左邊走過來 直接大招轉爆他 哇 但是 我也根本死掉了 這場是屬於微逆風場啦 更能看得出 亥牙出左下角這套出裝 就是搭配冰袍的裝備 在逆風場的表現會是如何 就是更能看得出 好與壞啦 那接下來也是要給大家去評斷 因為畢竟 每一個人想法不一樣 那我也是來做一個測試啦 那中路來清個冰線 讓他們沒有機會推 亥牙在這版本 逆風場的話 我會比較偏向於自己去做 分推之類的 就是想辦法把冰線帶過去 把冰線帶過去 讓他們沒有機會能推我們的塔 那讓我們拖到更後期去 對 因為亥牙分推要被抓也比較難 畢竟 他本身就很有機會單殺別人 甚至他的位技能也蠻多 也可以拿來逃跑 還蠻不錯用的 OK 這邊吃個紅 多了 這個緩速還不錯 這樣我們搭配冰袍 蠻有用的 大刀直接轉 收掉了葉娜之後 這邊 納克羅斯 非常殘血 被他跑掉了 薩尼頂過來 清醒一開 又是一條 好汗 先收掉薩尼 然後再回頭看一下金娜 漂亮 這一波 我們成功拿到了 四連殺 那第五顆頭呢 是那個殘血 討掉的納克羅斯 可以說是差一點點 五連殺喔 真的差一點點 有點可惜 不過目前為止 我們的人頭還是輸的 在打架的部分 我真的要靠過去幫忙 看到葉娜 往中右草叢 完了 空標 這個綁得不錯 直接轉 先收掉一隻葉娜 那金娜交了瞬移 OK的 我們很有機會吃下這個魔神凱撒 對這個魔神凱撒 肯定是我們的吧 他們納克不在啊 不可能來搶 我呢就是在這邊吃 有人來我就打他 因為可以緩速 留住他 幫忙吃幫忙吃 乖乖乖乖乖乖 記得喔 護衛軍戰盾 所以在 亥牙的初裝 就不用考慮 颶風雙刀了 直接出炎怒之爪 讓你的攻速 在被降了攻速之後 還能保有150%以上 讓你的一技能跟大招 都能打出最大的傷害 OK 我們秒掉了 納克羅斯 喔喔喔喔 薩尼很殘 只有收掉書 薩尼沒收掉 這薩尼沒收掉 後續就會很麻煩 因為他回補之後 他血很多 很硬 他又可以把我們兵線頂走 讓我們沒辦法 就是塔下有兵線推他 就金娜 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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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娜也被他跑掉了 那葉娜總跑不掉吧 葉娜 直接切死了弗洛倫 綁得好耶 阿萊 其實在這個場 阿萊綁 那個薩尼是絕對OK的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是真的大蜜蜂 阿萊去綁薩尼 問題就會很大 好家在他綁了之後 我們都有在他綁的期間 把薩尼秒掉 還不錯 所以我們直接逆轉勝囉 那亥犽出冰袍就分享給大家 大家也可以去判斷一下 看一下 亥犽出冰袍的效果 就是緩速效果 還有冰袍的額外傷害如何 OK 帶來留言告訴我你們的想法 趕快把影片點一個大的喜歡 謝謝各位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